超飞泽最新的消息 发生在去年7月 南投犯贤李鸿渊 他行刑式的枪杀南投 牛张之教父赖敏南等五人 最后是酿成了四死一伤 那么一审是被判处死刑 而今天台中高分院是二审判决出炉了 认定他手段凶残 已经达到了联合国两公约 情结最重大之罪 因此维持原判决死刑 并且斥夺公权终身 而全案还可以再上诉 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